董事長要被保重快 這行政倫理 兩位好 其實我倒覺得蠻替這次的考察感到靈敏 因為行前被用放大鏡檢視之後 這次所有的團 幾乎就是關緊閉被關在機場的團 每天從早到晚一關進去機場 就是在機場裡面繞來繞去 然後座談交流 由於你們的時間變成這麼乾 我們叫做很乾 所以你們的座談交流 跟我們一般出國訪問的座談交流的時間都不一樣 有那種一場座談交流 時間呢都長達三個小時四個小時 最常有一場五個小時的座談跟交流 本席其實不相信說一個機場那麼忙碌 他們真正有經驗的工作同仁 可以陪你們一聊聊五個小時 聊四個小時聊三個小時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每天變成都必須關在機場裡面 他們是分組的啦 分組的 對不起喔 行程沒有分組 如果他們是分組 那這個行程 他們來 簡報的人是分組過來的 不是同一批人一呆呆五個小時 一直從頭呆到尾 所以我的了解是這樣的 假設今天你不要替他們在這裡撒謊 你這說出去喔 我們將來一檢驗喔 到最後變成你說謊 這是沒有必要的 好 那其實最 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 12月1號到日本羽田機場的時候 早上9點出發到羽田機場 然後下午5點55分上飛機回來 我看這一天應該是沒什麼人陪 因為你們整天的行程呢 早上叫做研究國際航廈之設施 然後吃午餐以後 吃午餐還說是了解機場餐飲之現況 把吃午餐都必須任務形化 這其實是蠻值得同情的 然後整個下午叫做 考查羽田機場商業設施 及後機郎廳之設施 這些設施齁齁齁就是走馬看花nov 看看其實這種體驗也不錯啦 曾廣見聞惟嘛 了解人家的布局嗎 但是事实上说起来 很干的行程 然后被关紧闭一样 关在机场的行程 也实在是值得你们往后 在处理国际交流 或者是国际考察的时候 真正专业化去规划 我宁愿说我派一个财务的专家 派一个工程的专家 派一个管理的专家 我去那里学习一个礼拜 工作坊式的 去学习一个礼拜 就一个人就两个人 或三个人一组就一个目标 不要这样一大团 一大团里面 刚刚有一位财务的 有一位工程的 来这里报告你的考察心得 我看哦 譬如说在考察商业设施的时候 大概都是在逛这些百货店 在考察商业设施的时候 你学工程的 学商 学财务的 在那里用什么专业去考察呢 所以本期是希望说 我们藉由这一次 这样子放大镜的检验 然后都造成了这样的现象 这其实是蛮畸形的啦 你们也是为难的啦 我看是哦 全国所有的考察行程 没有人被你们这样检视 然后改成是这种行程 好 是相当难为你们 但是本期希望你们 借此 通家检讨 有太多需要学习 有需要开展国际化的 眼界的这些部分 好好的做 深入的做 真正的做好不好 这一次的这样的团的结构 其实不是好的结构 这个部长 我是希望你能承认 你这样才能领导他们 谢谢委员 才能够改正他们的未来啦 好不好 不要在这里那么大声 说有必要 这种行程 真的拿不出去的啦 第二个 本席很关心 这个部长 或者是董事长 机场你们一直告诉 我们委员会 说主要是工法改变 所以延宕了两年 对不对 从那个叫做什么 水泥重建法 改成家铺工法 碎化家铺工法 对不对 跟委报告 不是说 因为改变工法延宕了两年 是啊 当初之前部长是这么说 这是机场的那个跑道的部分 它总共是九年的计划 那现在已经进入到第六年 第六年 就是原来的工法呢 就是用这个粉林土 或者是用地青的部分 就当初在这个过程的期间 就讨论了两年 你们不断的重发包 不断的延宕嘛 然后不断的改计划嘛 现在是这样 那个跟委报告 原来的 你不要跟我说太多 我要问部长因为是部长在这里 原来的工法是 把整条跑道通通挖掉 对 然后在灌民族 那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的 重挖嘛 这个应该是在民国 一百年的年中 那时候 一百年的年中 年中年初 然后什么时候改 什么时候改 什么时候改成岁石 调整的部分是在今年三月份开始 今年三月才改成岁石加铺法 不是 那个是用 跑道 原来的跑道 现在原来的跑道是不挖掉 然后在上位直接 那个叫做 那个叫做岁化加AC加铺 岁化加AC加铺 就是AC加铺工 对啦 AC加铺嘛 AC加铺嘛 那本来是挖除重建嘛 对不对 是是是 然后改成 AC加铺 直接加铺上去 是是 那AC直接加铺 什么时候改的 大概今年二月份 今年二月嘛 三月份 三月份 你们就全部都来这里说谎嘛 是 全部都来这里说谎 漫天大谎 2009年 2009年 你们的资料 那个时候就已经是AC加铺工法 跑道就是AC加铺工法 当初的AAC加铺工法 是把跑掉全部挖掉 然后做水泥 水泥铺上去以后 上面再加铺AC 那现在是底下那个水泥不挖掉 你们当初就是分两种 一种叫做挖除重建 一种呢是AC加铺 当时你们就没有挖除 就是用AC加铺 2009年就是这种工法 然后现在跟我们讲说延宕啦 或者是重新改变计划啦 是因为这个工法改变 各位委员报告 那个是在 那个2009年之前 有这两种的工法呢 到最后是决定说挖掉重新 错了 这就是你们2009年的计划 蓝色的部分就是跑道 蓝色的部分是什么 蓝色叫做碎化工法 所以2009年你们的计划 跑道就是碎化工法 就是A西加铺工法 现在不是碎化工法 我们现在是直接铺上去 是不是我请 就是碎化A西加铺啊 碎化工法 因为2009年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什么叫碎化工法 就是A西加铺啊 是不行 我会找他说明 来啦 本席告诉你们啦 黑箱作业然后给部长这些讯息随便来这里呼嚨啦 以为说我们都不会追查啦 我要问下一个议题 你们整个计划最后少了四亿 对不对 少了三亿 少了三亿哦 可是你们少掉什么呢 你们只省三亿 可是你们少掉所有最先进的智慧型的监控系统 你们少掉设置最先进的所有系统 包括Follow Greens 包括Follow Greens 这种最先进的跑道的一个灯光绿色灯光的跑道的导引 那个叫什么 叫做ASMGCS 叫做先进场面导引及控制系统 它总共有六大功能 整个机场会全面变成智慧型 它可以全面导引车载 导引警示 可以全面导引飞机的速度 可以全面监控整个场面机场的整个区块场面当中 飞机与飞机之间的一个整体互动 它可以用灯光去导引所有机场跑道 显示显示出来 这整个六大功能 你们全部全部都改掉 全部取消 取消最重要的部分 然后呢只省三亿 这什么 能不能向委员报告一下 这什么计划 为什么把它取消 你们知不知道这一套系统 它的功能是提升营运安全 提升营运效率 尤其确保低能见度下可以继续营运 农物低能见度的时候 跑道受到入侵的时候 卡牌监控的整个系统 你们全部把它取消 对不起 委员刚才讲的这个叫先进场面导引 对 即控制系统 这个系统我们并没有取消 在国际上面 他把这个系统分成四个阶段 一二三四 你们全部剪掉了 现在在去年民航局完成的CNACDM案 还有我们现在 还有现在我们要进行的 刀面整建 这边的报告明明白白就是取消先进场面导引及控制系统 这都是在MS系统里面的一个部份 部长 你来回答 第十页 告诉我们说你的计划取消整个系统 他刚刚说没取消到底有没有取消 我想这个系统要他们来说明 全部都不容啊 全部都呼隆嘛 所以部长也不知道 在这个SPS里面 它分成四个阶段 一个是监视 这个监视在飞航副总裁的雷达系统已经完成了 本席不想听 回去给我一个报告 为什么这个系统要取消 那我问你 你原来要最先进的follow the greens follow the greens有还有没有 那种我们看到非常先进的飞机一降落的时候 一个绿色的灯就把它报道显示出来 报告原不是从这个计划取消 而是由民航局的飞航副总裁 由民航局那边会执行这个ASM系统 那本来是包含在你的系统里面 本来是包含在你这107.4亿亿里面 你现在说要把它只减了3亿的时候 这整个系统又拿去民航局那边用民航局的钱 我们这个民航局 我要进一步检释了 这一部分要跟新卡牌的建设的话 你们的新计划 好了我不要你回答 你们的新计划都选择那个退步的东西 最进步的东西取消 以后再说 民航局以后再说 还有呢 你的跑道的系统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跑道 有一个叫PCN 就是铺面承载系统 我们现在是最后一名 我们的铺面承载系统 在临近这些机场全部比较起来 我们才60 这个哪一位来说明一下 最后到140 130 170 72 你知不知道你们现在只想 我们现在的60 为什么我们的跑道会那么烂 因为飞机下来的时候 有个飞机压面系数 飞机压面系数你看 波音747400 就62了 我们才60 波音777382 我们才60 波音7878 71我们才60 然后你现在呢 这个计划告诉我们说 你改了以后 你改了以后 你的PCN 只想要做多少 只想要做75 还是在后段班 72 60 72 72 你还是只想做到75 100多亿花下去 跑道系数 跑道的铺面承载系数 还是选择后段班 只做到75 然后呢 最先进的 最先进的所谓 先进场面导引机控制系统取消 这个机场 缝缝补补补 补来补去 就是一个落后的机场 报委员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PCN值 所以要提升 所以才要赶快来建这个机场 PCN值的使用 跟它的年限有关 如果是我们五年起的话 就是您刚刚念的那个PCN值 如果我们两年 三年之内 要把这个机场 改换的话 它PCN值是提高的 所以就来了 这个就跟南投的豆腐渣工程一样 我现在做这种品质 然后两三年来一次洪水的时候 全部坏掉了 我重做 我现在花一百亿 我只做75的时候 我可以用五年 五年以后 反正我再来重做一次啊 还是我可以用十年 还是我要做 我可以用二十年的 你们到底怎么想的 我们当然新建的 一定是要做二十年以半 那你做那个75 你做那个75 你可以用几年 你说 一定很快 现在在过渡期间嘛 对嘛 所以他只是想把它当过渡 今天在这里终于知道了 这个跑到三十年没有做 终于知道了 做大翻修 才会造成PCN值 是这样的 所以嘛 所以他只想要做75 只想要做75 我的了解 这是两阶段 目前他有一部分的工程 做的是过渡期的工程 这样子花国家的钱啦 有一部分是是是是一个是一个这个 彻底彻底翻修的工程 逢逢补补 越补越落伍啦 跟委员报告就是两部分啦 过渡期 他当然就是以过渡期可以撑过的这样 这样一个工程标准来做 为什么几十年的一次大修 你还把它修成是过渡期的 中间有过渡期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修要好几年啦 除跑到好几年 这中间有过渡期 这个要要修 就是过渡期的 然后我们整个除跑到将来 当然是用长期方案嘛 我不同意的啦部长 这种这种计划 对不对 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整个这个机场 这种计划 包括除跑到 包括滑行道 都是几十年 没有做彻底大翻修 我们现在除跑到要做大翻修 但是我们发现 滑行道等等 滑行道等等 对不起我就说明一下 滑行道等等的 我们在除跑到修好之前 滑行道也需要做一些 这个过渡新的翻修 滑行道在99年的计划是全部重挖 都包括在里面 是全部重挖 绿色就是全部重挖 我们提书面之后好好说明 然后航道 然后跑到才是什么 滑行道还是重挖 有哦 有在计划里面 这个我一定要翻给大家看 因为部长在乱讲 绿色的就是滑行道 2009年计划里面就是绿色 绿色是什么 绿色是要挖除重建 2009年的计划包括滑行道要挖除重建 包括跑道用AC加铺法 所以都在里面的你现在变更成我刚刚一听才知道原来滑行道又不包括在里面了 最后整体都会都会把他这个这个做全面的翻修了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中间会有过渡期 我们在施工期间过渡期要度过了 我的了解是这个样子 你们出国再怎么考察 回来如果还是要替这种计划辩护的话 考察就是白跑的了 好 好 好